雖然我們有些觀眾認為 中國大陸的經濟狀況很不錯 但事實上我們也看到 包括像庫克他認為 印度也很強 這個他們只是用人口紅利 就中國大陸之前是人口紅利 那以現在印度也是一樣 他們是世界工廠 他們是世界工廠 那美國是消費的一個國家 所以整體來講 佔他GDP裡面 大概消費的話佔70% 所以我個人認為 你想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全世界有誰有辦法期待美國 沒有 歐洲的話 你看這一次烏歐戰爭 其實我一直認為 也是美國的陰謀之一 除了把俄羅斯幹掉之外 那就是把德國 最有競爭力的跟他將來 有可能的爭取經濟體的 一個最主要的對手 也把他幹掉 以目前來講 我看一看也沒有人可以期待他 所以這個極勝時期 即將結束 我個人認為是一個短期的極勝 可能過去的五年 那未來的話美國還是極勝